《猎王记下》第十三章 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第二十三年 耶护的儿子约哈施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十七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随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不肯转离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常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 和哈薛的儿子汴哈达的手中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 因为看见了以色列所受的压迫 就是亚兰王对他们的压迫 耶和华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 他救他们脱离亚兰王的手 于是 以色列人可以在自己的家安居 好像以前一样 可是 他们没有离开耶罗伯安家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仍然行在罪中 亚瑟拉依然立在撒玛利亚 于是耶和华没有给约哈斯留下渔民 只剩下寄兵五十人 战车十辆和步兵一万人 因为亚兰王毁灭他们 践踏他们好像河场上的尘土 约哈斯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 葬在撒玛利亚 他的儿子约阿师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约阿师在位第三十七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师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 仍然行在罪中 约阿师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与犹大王亚马歇作战时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阿师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后 耶罗伯安坐上了他的王位 他把约阿师葬在撒玛利亚和以色列诸王在一起 以色列王患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师下到他那里 伏在他的脸上哭 父啊 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啊 以利沙对他说 拿弓箭来 他就把弓箭拿给他 他对以色列王说 把你的手放在弓上吧 他就把手放在弓上 以利沙又把自己的手放在王的手上 他说 打开向东的窗户 他就打开了 以利沙说 放箭吧 他就放箭 以利沙说 这是耶和华胜利的箭 耶和华得胜亚兰人的箭 你要在亚弓击杀亚兰人 直到完全灭绝 他又说 拿箭来 他就拿了来 他对以色列王说 你挤打地吧 他就挤打地 打了三次就站起来了 神人就对他发怒说 你应该击打五次或者六次 那样就能打败亚兰人 直到完全消灭他们 现在 你只可以打败亚兰人三次了 以利沙死了 也埋葬了 磨牙人 常在每年春天入侵以色列地 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的时候 看见一群来侵略的人 他们就把死尸丢在以利沙的坟上 随即走了 死尸碰着以利沙的骨头就复活了 双脚站了起来 约哈斯在位的日子 亚兰王哈薛一直都欺压以色列 但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 怜悯他们 眷顾他们 这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 以色和雅各所立的约 不愿意毁灭他们 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丢弃 直到今日 亚兰王哈薛死了 他的儿子变哈达 接续他做王 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施 从哈薛的儿子变哈达手中 把哈薛在战争时 从约阿施的父亲 约哈斯手中夺去的城市收复 约阿施三次打败变哈达 收复以色列的城市 打败变哈达手中央